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念头的产生也和他二十多年来常年在农村拍戏有着很大的关系 用他的话来说 拍一部戏走一个农村不一样的感受 岁岁年年走过来那么多农村的变化都在他的心里 无形中他成了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农村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的巨变产生出一大批语以往屏幕上 迥然不同的农民形象 不深入生活很难把住他们的脉动 岁岁年年世事红里的这批人 他们不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 也不是带领一帮农民大刀过苦 披荆斩棘的开拓者 他们很平凡 但这些平凡的大多数才是改革开放真正的亲历者 见证人和改革红利的收获者 也正是这些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 蹒跚的行进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横跟着的那条艰难的路上 平凡的每一步都绽放出 向着美好生活奋进的光芒 这个群体太庞大了 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不能让这个群体大言道无声 大象道无形 这正是岁岁年年世事红这个戏的切入点 从最普通最平凡的角色切入 让我们看到身边人的影子 这也是这部戏以小观大的独特之点 这和王熙华常年在农村拍戏 并热爱这群有血有肉的人有关 他也常常被农民的奋斗精神感动 才有了这部戏的诞生 今晚八点锁定央衣